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威臣B的老妖杨阳 看到他们的热情还有认真的态度 然后我们也就是跟他们一起聊音乐啊 还有准备舞蹈啊 就我们觉得他们都非常认真 然后非常深刻那个印象 比起想起其他以前的东西 就以前我们是怎么样 反而觉得我们受到更多的动力 我觉得他们其实还缺乏一点点自信感 他们只要把自信感提高 他们在舞台上一定会可以更好地表现出自己的 我们的自信心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平时私底下 真的是非常努力地去练习我们的作品 说实话只要练习充足了在舞台上 说实话紧张什么的我觉得都不会出现了 所以这些要不要教教学弟们 就大家学长有多努力 比如以前你们练习的时候 会每天练习多少时间呀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就是所有的学弟们有提到 就是很多细节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去练习 就包括时间上也真的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一天里面可能真的从早到晚需要 就是废勤忘实的练习 我觉得其实都有吧 因为第一实力上的问题呢 这个是要通过努力的 但心理上的可能就要通过团阅们一起 互相理解 互相沟通的话 这样才可以提升 对 培养出默契 对 没错 所以就说要过期的话 我们就可以聊聊 比如说当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有压力或者心态不那么好 彼此又有什么互相打气的 属于男生之间的一些好的方式 我们就会坐下来 好好聊一下 就是每个人真的 就是 维成一个圈 维成真的是维成一个圈 然后 弹心 弹心 通常都会弹 真的弹很久 我记得 每次都 两三个小时 对 你们话这么多 对 就是把平常全部的都 放出来聊 对 真的 真的会通过一个小事情 然后延伸到另外一个小事情 没错 到一大圈 然后又回到一件小事情上面 嗯 幸好玩 所以你们现在会有一个大哥 或有一个特别容易领导 你们就来我们现在 现在可以谈一谈之类的 我跟 徐希吧 我跟Lukas 两个人 就是比较 多一点的召集大家 开开会啊 聊聊天啊 这样的一个 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对 我觉得说实话 一个团队里面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沟通不重要 沟通不好的话 可能很容易是成员之间会产生一些隔阂啊什么的 所以沟通非常重要 我们非常看这种 就是沟通方面的问题 对 那其实咱们就 咱们这七个人 真正在一起 开始相处 大概是有多 是从多久开始 我们 我们 我其实最久的应该有四年了 对 对 我们因为中间 像我们 我们 我们四个人 Ten Lukas 我 因为 就是 其实相处的时间应该是算最长的 就是 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那其他的团队们呢 可能都 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对 对 但是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么 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对其他新团员来说呢 我们真的培养了很好的默契 对 具体呢 可以看我们以后的新浪一直播 对 就可以知道我们的默契到底有多好 对对 游戏 男孩们都爱玩游戏 男孩们都爱玩游戏对不对 我们这里面大概 可能除了Ten以外吧 我们其他六个人都是特别爱玩游戏 然后每天晚上在宿舍就跟 网吧一样 一排电脑说 拍在这边 一排电脑 两排位置 对 对 所以 他同学是怎样 他呢 看电影 他在宿舍看电影 然后学中文 对 但是有时候 比如我们会玩那种 PS4 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也会一起玩 对对对 对 所以 他同学现在觉得自己中文学定如何 要不要秀一下 非常好 哇 随便说 随便 我要说什么呢 啊 你好 我是WaySingV的Ten 啊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我喜欢看电影 画画 听音乐 我 我 我不喜欢吃水果 哈哈 因为我喜欢吃辣的东西 我真的喜欢这个麻辣汤 哦 麻辣汤 昨天我们吃这个 这个是什么 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 哦 我喜欢喝这个 吃 豆浆 豆浆 哇 我真的喜欢喝 接地气 对 你知道什么叫接地气吗 哦 我不知道这个 接地气 接地气 你可以再解释一下 就是比较 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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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等一下我们三个 今天第一次呢就是 比较 贴近生活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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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有奶奶的口味 哦 奶奶的口味 哈哈哈 对她奶奶也是中国人 对 也也奶奶都是中国人 对 那刚才比较想 比如说像特伦说机 擅长画画嘛 我不知道是他有没有给团员突破 比如说我们还给你们画一些消息 要慢慢画的方式 更拿进彼此的方式 或者其他团员有没有特长可以拿进彼此的方式 其实 就是有时候他会设计那种图 然后给我们看啊 就是说啊 你觉得这个是我们的 VV的标志怎么样啊 就是他会想很多很多 然后跟给我们分享 对对对 嗯对其实10的话呢 真的 真的以后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到的话 会可以发现他的画呢 是真的非常有艺术感的 对对 非常有艺术感的 就是很多小小的细节 都是有各种意义的 对对 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可以画出很多 那种特别有艺术感 真是艺术家的那种感觉 第一点是需要努力 第二点是需要团结 因为当一个团队的成员 他们非常努力 他们的实力会上升 这个团队的就会变得更加的优秀 团队的品质就会变得更高 如果这个团队要更加长久的话 他们就更需要团结 因为他们可以就是相互理解 就是相互包容 这样这个团队碰到的所有问题 就都会迎刃而解 对 然后就我发现大家在练习试面 也非常整齐 就要练出那种默契度 私下大家是花了多长时间 去如何调出这么大的默契度 其实我们就是这一首 理所当然这首歌真的花了挺多的时间去磨合的 因为要展现一个完美的舞台 不是就是学完这个舞蹈就结束了 就是要非常多的小细节 手的角度 包括手的伸展度 包括每个人身体的高度 我们都要每个人去确定好了 然后我们要约好了 这样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说 展现出一个最好的舞台 OK 无论在哪个领域 只有在舞台上表现是 表现出 表现出 对不起 表现出 OK 别紧张 对 对 对 把你想出的时候说 加油 对 无论在哪一个领域 对 只有在舞台上表现出 接近全力的样子 我觉得歌迷们都会认可 并喜欢你的 第二个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给对方带来能量和热情 我希望以后大家多多很期待我们 哦 好 好 好 他真的非常厉害 刚刚连四个成语都会说了什么 接近全力啊 接近全力 我刚刚我刚刚学了这个 我刚学了吗 当次有个人去学中文 然后又不知道大家也有很多什么背景 大家彼此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 不需要 聘球合力交流的 有语言啊 然后说什么东西 嗯 像我们团队 就是语言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挺丰富的 会说英语 会说泰语 会说粤语 会说中文 哦还会说德语 德语 哇真的非常厉害 哇 我会说温州话 对还会说温州话 记得懂 就是 会说广东话的还有三个 一二三 对 就是我们在宿舍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真的用很多语言 对 又有时候他们两个叫说英语啊 然后我们就说中文 有时候我跟他们俩就说港东话这样 有时候一句话 有三四种语言也是 对 蛮奇怪的 你还听得懂吗 听得懂的还记得懂 我觉得非常神奇 对 对 所以有时候甚至连我们也不会讲粤语的都会听他 有时候 有时候会听得懂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对 对 又来两句粤语言 西藏饭没啊 嗯 西藏饭没啊 对 这个吃饭 吃饭没 吃饭了吗 对 杨阳 听最多 对 嗯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我是 杨阳 对吗 对对对 我 我广东话 好 好 侯塞蕾 侯塞蕾啊 对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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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语 德语也是太多 德语 我 我们还没教他们太 因为可能 发音上面有点难 对 你说说德语只有他一个人说嘛 他没有沟通的人 对 对 对 你说一下 要说吗 那我 打个招呼吧 跟德语自我介绍 我跟各位想要的粉丝们可以说 这是我们 德国的粉丝们 我也记得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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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见到大家 然后我们希望以后可以 很快地和大家见面 对 大家好 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给 中国粉丝们安逆一下我们团队 我来 好 对象 对象 一句话 宝藏男孩微神飞 等待你的发掘 路苦不亏 因为我们所有团员们对音乐还有舞台的热证 就是坚定了我们走这一条路的决心 那我们呢也会通过我们的努力 然后释放更好的音乐作品啊 还有舞台来回馈喜欢我们的歌迷们的一个这样的形式 然后呢我们会多多加油 然后也一直支持我们 谢谢 一张 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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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特别觉得 这张